嗨大家好 今天是22年11月21号 之前我们爬了长城的三险 这次我们去爬另外一个三险 叫红罗三险 它在房山周口店 这路线是免费的 停车也是免费的 在视频的最后会为大家总结 这次路线的基本情况 我们来的时候导航的是黄源寺公交站 然后公交站前面几十米 这里就有一个免费的停车平台 停好车之后 我们就从这个路口上去 这里有一个黄源寺 一个因寺而登明的村庄的自排 从这上去 路口因为长了 所以前面有一点点不好走 翻过那之后 这就是台阶路 前面小路只要上来 就很成熟了 现在这里好大的雾 太阳马上就要出来了 好漂亮 太阳 我们沿着这条小路过来 大概在总理层两公里的时候 在左后方有机油彩带 这里是能下到坡峰里 我们是继续往前走 这里有一个高压线塔 这个方向走的 这段小路非常的好走 非常的成熟 去年穿着要望骨 就是从这边走的 红螺山险位于 房山区 走口殿镇 黄山殿村西北 是明清时期房山八景之一 所谓红螺险又称幽兰山 山体像一只巨大的海螺 盘旋上升 被两条平行的断崖切热层 上中下山层 每层极易险 每层悬崖下面有盘道 所以人们称之为红螺山险 从高压线塔过来大概再走300米的路程 也就是在总里程2.3公里左右 我们用时1小时20分钟 就到要往古景区内了 现在就是沿着景区的步道往上走 在总里程2.7公里 然后我们用时1小时30分钟 到自由时平台这了 经典的打卡地 看在自由时平台这往前看 那就是红螺山险黄螺山 漏了一点点 这边还看不全 从自由时下来 然后我们往右 就沿着山水步道下到冰湖沟去 山水步道 它的起点居然是在那个沟沟里面 我们大概在3.8公里 总用时2小时10分钟 下到山水步道入口了 然后现在这乱石摊 这就是冰湖沟了 下到底之后我们往右边沿着沟走 从沟里上来之后继续往右走 就看到这块大岩石中间裂开了 就跟剑坯的一样 然后它上面写着左边山险右边阿蒙 我们就往左边这条路走 右边的阿蒙想到就是比山险还难走海险的路 多数需要用到绳子这些辅助工具 难度太大了 看一下这边坍塌的大岩石 好厚啊 一层层的 像千层饼干 到云汇门啊 我们大概是在总里程4.2公里 然后总用时2个半小时到云汇门这儿的 云汇门就是岩石崩塌坍塌行程的南北一个小通道 过云汇门现在我们就进入三险的下险了 然后下险跟上险的分界是乳丰安 不过路线的步道没有经过乳丰安 然后从乳丰安到极乐寺被称为中险 从极乐寺到朝阳洞被称为上险 红螺三险最难走的天黑壳 挂壁小路路段全部集中在上险 所以有红螺三险险在上险之说 这明朝起就在下险见竹园寺 中险见极乐寺 上险除小岸之外每一个洞水就是宇宙王庙宇 下险的竹园寺我们在下山的时候再去看 在我们缓线的下山路线上 往这个岛楼的树叉过来 看左边有个大陡坡 我们的岸是从这边下来的 现在是往小土路执行走的 就是绕三险走一个小圈 然后回到这 这里有一个人造的 人搭的这个岩洞 看石头垒的好整齐 哇有泉水流出来耶 来走山险就是去看它这些寺院的植物 走过乳丰安下面那段山谷之后 前面这段岩石变得特别大了 差不多就开始进入中险了 哎呀看一下这段特点就特别明显 到处都是崩塌下来的大岩石 爬大岩石路上这里有一个岩壁凹进去的 那里面感觉好像是特地刻成一道一道的 还是它自然形成的 从大岩石攀上来这里就到佛塔了 看一下这个佛塔塌子挺严重的 以前还被倒过 这是砖石结构的 上面挂的金帆还很新哦 从这个面看一下 这个面 这里还有个台子 看完佛塔我们跟着彩带往左上坡的方向走 从塔那边上来之后 这里就有一个山洞 这个洞就是红螺洞 传说古时候有红螺深藏洞中散发红光 红螺山险中的红螺二字就是因此而来 不知道这个洞有多深哦 还得转 这就是房子 往前走去看极乐寺的遗址 就在这个洞的前面一点点 所以它这个佛塔红螺洞 还有极乐寺非常非常的近 这三个 看这里就是极乐寺的遗址 看这里就是极乐寺的遗址 右边这块碑就是重修极乐寺祭碑 背首都是雕龙 看一下碑座上面的雕刻 它的蜜座是水的 左边这一块就是万古流芳的功德碑 背首也是雕龙的 在它正面 钦差提督工程内监官太监刘继 后头有字吗 后头也有 看后面的碑客 本山僧人 广通能达 这应该是住持 下面有徒弟 徒弟的名字 还有徒弟的徒弟 玄徒 这边是太监官的名字 太监他们会捐修寺庙 等自己过世之后 可以有寺庙的生人 帮忙埋葬他们 背后面就是极乐寺的殿羽 现在还剩三面围桥 其他都是塌掉的 石剑什么都散了在地上 再从这个视角看一下极乐寺 好 现在我们继续往前走 过了极乐寺之后 就进入山险中的上险了 后面就是最南的路端了 下险 比较好走 就是一些小石头 中险 开始爬升稍微大一些了 有很多大岩石需要攀爬 上险就是非常险了 抬头看一下 前方追子安 看一下现在坡度陡然上升了 不过山险也有另外一种说法 不是以三层来分的 而是你在路线上有三个非常难的点 就成为山险 看一下这一段需要贴着这个墙 贴着这个岩石上去 这样该收了 现在我们到天梯的脚下了 下来上天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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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上的时候慢一点才稳了 看来台阶还是比较窄的 这里是很小很矮的断崖需要上去 对 谢谢 谢谢 拽着天梯 好嘞 林哥伸手应该不用担心 好危险 还有一个斜河的技术 只要右脚踩到那个木柄上就搞定了 有 油不用踩不过了 链子也不用抓 高手就跟我们小若驴不一样 从这个小断崖上来 前面这个岩石上有蹄子和石刻 上面这条有蹄子 这就是佛学咒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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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旁边的岩石上这边有刻字 这个看起来很新 但是你看它的落款 是大明嘉靖二十七年 正月十五 旁边这一块岩石看着就一点重 这是什么啊 云惠门 云惠门 中明山 这是什么字 云惠门指的是我们刚才进入三险的那个云惠门吗 云惠门中明山 云惠门中 这是险字 三险啊 这是险 云惠门中明山险 难道是上到这个小断崖这边才是云惠门吗 明万利二十 估计刚才跟那差不多 这个这个是的 这个是嘉靖 这边还有一个民国时期 民国哪一年 民国五年六月十九日 成此一游 这个一九一六年 局限在一百零六年 一百零六年 哇这个墨还没有掉 看来以前古人来这边打卡的也不少啊 文化人来打卡还留刻字提字 你看这个岩石下面就是石头搭的平台 以前可能在这里 那好几个四百多年了 先往左边去看那个寺庙的遗址 看完之后再原路返回去走右边的挂壁小路 这是以前的一座庙宇的位置 只能通过围墙看出来了 其他都看不出来 看以前庙宇房子里面这一层 靠岩壁的这一层 用白灰刷了墙 里面就是天然的岩石 右边这里就是挂壁小路了 看一下房山的山 看着令人生畏啊 好险啊 挂壁小路 为什么把帐拿下来 这帐刮的岩石把自己给弄下去 就那么一小段结束了 这还有吗 没有了 往前走 连着一个很大的自然的岩洞 走到这好凉好凉啊 有泉水流下来 这一土是湿的 从这个角度再看一下这个大岩洞 这条线不仅可以看古迹遗址 还能看奇风一时 走过挂壁小路之后 还得继续爬坡 从这个坡爬上来之后 看到这些石灰角了吗 都是塌掉的以前的房屋的建筑 建筑 这里有一块碑 上面写着佛 行宝记 大明正统 三年 往里走一点 这石头上刻的是王母大殿 但是其他的字看不清楚 这边刻的好大呀 这字 三点水一个这个 好继续往前走 哎呀看一下这些大岩洞 往前走到这儿又有好多建筑的遗址 这应该也是以前的寺庙或者庵 看 这里有石墨 以前的石墨 在这里看风景不错 走到前面回看一点 看这处遗址 它这个平台是搭起来的 不是原本就有这个平台 搭好平台 然后在上面建的房子 但是它前面这一块就是天然的岩石 这是天然的 岩石上刻的有这个佛看 应该是以前里面放佛像的小佛像 边上还刻的有这个纹路 然后佛看的对面这个岩石平台上 还有以前这个雕刻的洞 这应该以前是擦肚子或什么 走在这个岩石上 如果不注意就直接走过了 看这条线上到处就是 平台的前面 这里就是朝阳洞 朝阳洞就是红楼山险的终点了 过了朝阳洞之后 我们就出山险了 现在这里已经是羊圈了 好宽大 里面 朝阳洞的洞口是朝南的 它的等明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 那后面有字吗 你看我看不清了 它上面是抹的石灰 石灰上面刻的字 看一下朝阳洞左边这一气的好整齐 朝阳洞前面上的这一块岩石也是一个难点 大斜面不好上 垂直的 这叫啥男人 你还有一步悬眼 我掉的 估计就容易下到西安地 那你那个伸手大家可不能跟你比呢 就马上一趴 手一定要找个好抓 抠的 是挺好上的 对 这只不是门 哎呀 藏道上面的风景 从小路过来 然后到这里有岔路 这里挂了好多彩带 有边是去信黄不也门那边的 然后我们回去的话是执行下山 不往右边的小路走 现在在步道上往左回看 能看到我们刚才爬过的天梯和小断崖那 就是上面有石刻的那 放大看一下 看到吗 这里的台阶就是天梯 然后天梯上来 就是我们刚才走过的断崖那边 小断崖那 然后再往右看 那里就是自由平台的那个白色小房子 就是那 我们走了那么远 从那边走过来的 现在地上有好多叶子 踩在叶子上就容易打滑 下山的途中在总里层9.3公里 然后这里又看到一个大岩石洞 中间隔开了 像几门几厅的房子一样 在岩洞的下方 你看这里有建筑 这个小房子就建在这崖壁上 这一片就是竹园寺的余子 这里挺大的 里面好多尖呢 你看它这个石头垒的 这原来是一口井吧 大青宣统三年 岁在辛亥 大青的时刻 我看一下 这边的小部分 这边是保存的挺完整的 看这个炕 以前在这里面烧是吧 对了 烧水就全暖了 热气就 一覆盖整个炕了 现在都能住人了 实际好 底都是鞋的 清鞋 适合僧人 这间屋子 就是我们看到这几间里面 保存最好的 就是岩石 刀 刀屋顶 我外面再看一下这个小房子 石头垒的 看完 我们就沿路赶回到那个步道上 看一下散落在围墙边上的这个石剑 打磨的挺好的 应该也是以前哪个部位的附计 看大概在总里程9.8公里 我们用时6小时50分钟 就回到上午走过的这个岛灯木之转 现在我们又回到夏浅这了 刚才看到竹园寺 就是夏浅中的那个寺庙 好 现在我们有一段是原路返回的 回到冰湖沟这了 在总里程10.7公里 然后我们总用17小时 回到夏浅水步道入口这了 我们现在就不沿 夏浅水步道上去 我们就往步道右边这个沟里回去 沿着山谷里的大岩石 乱石往前走 会去越到一扇铁门 然后从铁门的左边那过去 有彩带作为标记引路 那过去的时候要小心一点有次往 在总里程11.5公里 我们就离开这个谷底了 沿着这个前面的台阶往上走 上来就到水泥路上了 往左边下山的方向走 水泥路往前走一点到岔路 我们是往右边的路走的 大概在总里程12公里 然后我们用17个半小时 到波峰林景区里面了 上面就是玉须宫 从这里俯瞰一下玉须宫吧 刚才没有上去了 然后山顶上那个房子 就是自由石平台内的小白房子 现在我们就沿着景区出去了 后面的路况都非常非常好了 景区的步道嘛 大概在总里程15公里 然后我们用18个半小时 出波峰林景区了 出来之后就可以直接步行 导航到起点位置 跟着导航走回去就可以了 好 现在我们就是沿着公路走回 停车的地方 这次的总里程大概是16.5公里 我们用19个半小时 累计爬升约1050米 路线的难点就是三险的天梯 还有小断崖 恐高都肯定是不能走的 而且路线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不要随便去走 现在冬季天黑的特别早 这次的路线有点长 所以出行时间一定要规划好 天黑前一定要下山 房山的断崖太多了 好 那我们这次的视频就到这了 拜拜 后面有字是吗 这是我们今天走红罗山险路线 带回来的垃圾